目前中央气象局是持续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现在关心到的是 现在台风的位置 我们前脚才刚把苏拉给送出去 现在中台海盔靠近了 而且很有可能会成为近几年来 第一个就是登陆的台风了 因为我们都说这一段时间以来 是不是一直都神躲避 神伞过去 好 这一次真的是直扑东面而来 那接下来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它现在所在位置在凌晨的时候 大概是来到了鹅兰鼻的东方 大约是600公里的海面上 那么到了明天的凌晨 就是一天过后 24小时过后 预计就会在鹅兰鼻的东北东方的 220公里的海面上的持续的逼近当中 那以目前为止 因为它的路径显示的关系 所以说它会影响的范围 大概就是东半部的海面跟巴士海峡 这个是最直接冲击的地方 其他地方也会有陆陆续续连带的感觉到风雨的 等一下一一的跟大家来说 好 我们先来看到一下 现在这次中台海魁的一个相关资讯了 包含的是它的移动速度是每个小时 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当中 那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相当于12级风 瞬间最大阵风相当于14级风 还有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来到的是150公里 还有10级风半径来到了半径是50公里的部分 所以它持续的影响之下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它的路径前世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是它的路径会是怎么样来做移动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刚刚讲到说今天凌晨的时候 它在俄网比东方的海面上持续的前进 那现在目前的路径显示 你看它非常有可能就是直接从这个南端这边来穿过去 那穿过去之后呢 你可以感觉到的是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包含的是它逐渐靠近本来就会带来风雨 还有就是它在离开之后 为南边会带来的一些水气跟雨势 对于台湾的影响呢 还会持续的构成 好在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呢在雨势包含的是山区 它的下雨持续的累积土石 有可能有崩塌跟滑落的情况 所以呢在山区在海边都要严加防范 好接下来下一张的部分呢 我们也带各位来看到了 现在呢刚刚讲到说 中台舒拉呢刚离开不久 现在呢中台的第11号台风海葵呢 又在持续的逼近当中 那随着台风越来越接近呢 水气当然会直接的增多 包含的是我们今天呢 北部东半部地区都可以感觉到 这个降雨几率明显的提高了 而且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些 间歇性的震雨出现 像今天早上呢我开车上班的时候 这个雨啊就是一小坡又一小坡 雨虽然下得不大 可是呢突然下一下突然停一阵 这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个 间歇性的降雨越晚呢 时间随着台风越来越接近 还会更加的明显 更是呢在更靠近的地方 会有直接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几率 这个风力啊 大家也会逐渐感受到越来越强 包含的是呢金门马祖地区呢 比较容易有突然的强阵风 已经开始有感了 那么在下午开始呢 整个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呢 还有沿海空旷地区都有出现 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所以沿海地区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中南部呢 因为目前算是一个被封测 所以说白天的天气呢 还算是稳定 午后还是可能会有 午后雷震雨发生的几率 出门在外呢 雨具是一定要攜带的 另外还有要特别注意就是呢 沿海的部分在基隆北海岸的部分呢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含像是蓝雨绿岛 还有南部的沿海呢 虽然刚刚讲到说 中南部天气相对稳定一些 但是沿海的部分呢 都有机会 有出现长浪的可能 甚至晚一点呢 整个的沿海浪高 也会持续的增高 所以没有是 真的是不要前往海边 或是任何的水上活动 好下一项的部分呢 也持续带各位来看到是 接下来这个降雨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的来去做变化的 包含是刚刚讲到说呢 全台包含的是北半部地区 尤其首当其重的中半部地区 还有呢 宜兰 跟整个南部的山区 都会有降雨出现 那么这个降雨呢 除了我们看到浅蓝色的部分呢 它大概就是比较间歇性的雨势出现 那么山区呢 因为持续的下 所以雨势会越来越集中 而宜兰呢 因为地区的关系 所以说呢 它在这个台风过来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雨量也会集中在宜兰一带 那么持续呢 到了晚上 今天晚上呢 因为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了 整个东半部的雨区呢 就会持续的集中 而从宜兰这个下雨点呢 持续的往南一点 整个东半部呢 花莲一带的沿海地区 降雨是更加更加逐渐的明显 而雨势呢 持续的增大 持续的累积 到了明天会特别的明显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在紫色地区 整个的东半部地区呢 降雨会持续明显 而连带的呢 在南部也会有 这个雨势增强 还有呢 在雨势上面的累积 所以山区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雨势范围会更加明显 可以说是全台有雨 所以在整个台风的 随着越来越靠近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来看到下一张的部分 接下来呢 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很有可能在今天的 上午11点半 就会来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这个部分呢 就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特别多加留意了 没有事尽量待在家里 夺台风 那如果要外出的话呢 做好的 该做好的防护 一定得做到了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来看到 是接下来 风雨除了越来越明显之外 周日呢 很有可能 在明天台风 就会来登陆了 那对于台湾的影响 当然是最剧烈的时间点了 那接下来就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包含的是中央气象局 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报 雨是呢 持续的累积 那由于呢 在宜兰山区这边 降雨也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刚刚呢 我们从定量降水 预报图也能看出来 再来就是沿海的地带呢 除了台风本来 就会带来的一些 明显的浪之外呢 加上刚好现在呢 是遇到大潮的一个情况 所以更有可能引发海水倒灌 尤其是低洼地区 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那因为它的路径呢 刚刚看到它是从很南边穿过去 所以说呢 它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还会拉长 甚至呢 就连它在移开之后呢 都有可能会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说这个雨啊 除了台风 接近台风影响的当下 有可能会一路下到下周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请大家特别留意 稍晚呢 这张气象局有最新说明 我们会持续地带各位来掌握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对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末尔袴 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